织这个右肩膀这根梗 在织这梗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 因为用的是别线起针法 要把这根没用的线拆掉 把这个针套都弄在针上 这样 把这根线要拆掉了 现在我们这根线已经拆掉了 拆掉以后 这肩膀跟这个袖子这 整个就是针木了 所有的都是针木 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领子这儿 因为刚开始我们织前片的时候 留了一针 完了再把后片这儿 再同样留出一针 两针再加上这个 我们就开始织这个 右肩膀这根筋 这个是领子 我们已经从领子上 弄下两个针 完了以后 我们开始织这个 肩膀这根筋了 织三针 退三针 完了呢 再织两针 把第三针跟第四针合并织 这样就织出这根筋来了 一针两针 第三针跟第四针一合并 剩三针再退回去 退到左针上 再开始织 再开始织 一针 两针 三四针一合并 再退回去 就按照这个方法 肩膀这根筋就织出来了 我们这次 之所以要戴着袖子织 主要就是为了 让它这根筋呢 织起来很方便啊 这个 这个 尺跟袖子中间是没有 衔接的 没有这儿没有痕迹啊 所以呢 这样呢就很方便就织过去了 现在我们这根筋已经织好了啊 让大家看一下 这儿是领子 看 这根筋就出来了啊 出来以后呢 有人问我最后这三针怎么办啊 我们为了方便呢 把这三针呢 给它收过了 把这三针就给它收了 如果你不收呢 你也可以到时候跟那个 调那个 绣口边的时候 一块织也行 这样我们就给它收了 收了是为了更方便啊 这样呢 你看 它这还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收完以后呢 我们翻过来 在这边 按照这个针目 把后片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袖子 再给它挑出来 你看这儿啊 看 就按照这个针目 一针一针 给它挑出来就行了 我们要挑上针啊 这样 这样挑上针 这样一针一针 给它挑出来 这样我们就跟后片 就衔接上了 都不用再缝合了啊 就跟后片 就衔接上了 现在我们这个前片就是绣 这个是绣子 完了 跟后边衔接点 我们用挑针的方法 都给它调好了 看 又省去缝合了 调好以后呢 我们要把这儿 做好记号